你真是不认识的 竟敢对咱妈这么说话 就应该抽她 我抽过了 我必须把这些话 一字不落地说给郑叔 不 政治卸听 让她看看 她这破儿子有多混蛋 说了能怎么样啊 真是 事情到这会儿了 哪一会儿了 那接了还到你呢 这不还没订婚呢吗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她儿子刚知道这事 她有点接受不了 是不是 以后真成一家人了 有那么回事呢吗 咱们原来也反对过呀 姐啊 我倒觉得这事真促成了 挺好的 让她知道知道妈的实力啊 你是看到了 政治卸的实力吧 看到她发挥移热了是吗 二姐 我不跟你那前夫似的 不给你打天 我也说话算话 家家的前途包在我身上 明儿我就让她 从那破公司辞职 好好学习 明年接着考 考不上我替她进考场 来了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 我来说 慢点慢点 特别的小混蛋在哪儿呢 我今天揍她 没头没脑呢 你揍谁啊 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师哥 你带我去 我今天非揍那个小混蛋 你还嫌脑不够是不是 秦玲 秦玲 是不是你给百姓说的 你跟他俩说干什么呀 怎么什么坏事 一下都能想到我呢 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 我就是想把哥找来 好好揍一对 哥 走 是是是是 你消消气消消气行不行啊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我现在对郑叔没什么意见 就是对他儿子 那嘴巴太刻薄了 咱妈倒上去肯定会受委屈 这种家庭的关系 很难相处的嘛 咱得为咱妈着想 你说是不是啊 那妈得多难过呀 这郑叔的儿子怎么不信郑 信乔啊 信他妈的信不行啊 你找话说话 那小子对他亲妈的感情特深 不可能接受咱妈的 妈要是跟那郑老头儿在一块 窝囊气肯定享受不了 我必须得想想办法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揍他 揍他个满地爪牙 咱就算了 行了吧你 拘留所你还没有待够是不是 我可真不是有意骗你啊 你听我跟你细说啊 瞧瞧啊 小的时候 因为我对他照顾得比较少 他始终对我有意见 特别是他妈去世以后啊 他就更不愿意见我 就骗我说 他到国外去了 我是去年才知道 他始终就在北京 根本就没在什么国外呀 可是这个时候 我也就不好意思跟你改口了 今年清明扫墓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你要觉得闷的话 可以搞搞黄昏链吗 我还以为他支持我 所以我就让他 跟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 也算是两家啊 哪成想 他的反应那么大呀 我理解 我完全理解 晓晓这两年 一直在为他母亲的医疗事故 在跟医院打官司 那么大了 自己的工作呀 终身大事啊都给耽搁了 你说我这当父亲你这心里 老郑啊 你别难过 我也是当妈的 我懂 阿兰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呀 这个事没啥不好办 算了 算了 反正饭也没吃 你什么意思呀阿兰 你可别误会呀 我只是想跟你把这个事说清楚 我可是丝毫都没动摇啊 你没动摇 我动摇了 这个 我不但动摇了 你决定了 这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是不是跟那个郑老头 喊你那个混蛋同学交上火了 走走走看上去 喂 白山 你千万不能动手啊 再怎么着得忍着 忍不住就别忍 走走 我哪儿去啊你们呢 快吃饭了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郑叔他儿子回来了 人家在家吃 那谁动腔没来啊 那我去坐去 谁也不用帮我啊 妈 没事吧 要不要我帮忙 没事 去吧 领着他们落落坑 好容易见面啊 肠痛不如短痛 满天乌云就这么散了 挺好 幸好啊 我还没看民说 要不然多尴尬呀 你还没跟姐夫说呀 那可真沉得住气 静燕 咱们家事情啊 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 不到最关键的时候 没谱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来晚了 这小妹要这螃蟹啊 个个都是母的 最后挑的人 快不卖给我了 千丽 帮我检查检查 看是不是母的 放那儿吧放那儿吧 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庭聚餐 这 为什么呀 郑老头遭到儿子的阻击 临阵脱逃了 郑老头遭到儿子的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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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子的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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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头遭到儿子的阻击 那儿子的阻击 郑老头遭到儿子的阻击 我一点都维以后 我一点都维以后 我一会儿就回来 别想我 不别想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渡边可不算复兴吧 幽默 懂不懂 没 觉得 小姨啊 不过呢 我真觉得你们 行了啊 大人的事小孩别惨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你们 小姨我不想辞职 我挺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 那就随你吧 反正条事要是打击报复 被开除的时候别找我姑就行 据我了解啊 事实不是那种人 你的了解 你有我了解他 就算 你说你 你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 还说你了解别人呢 真的 你这是盲目自信 自欺欺人 想腿着回去就继续说 反正现在离北京也不远了 也就一百多公里 不说了不说了啊 你这这 每回是开玩笑 你就非要把我们俩扔路边 你行行 坐坐坐坐 师哥 陈奕迅你喜欢吗 一般 这样对你实在是不公平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对你 没感觉 换句话说就是 我不喜欢你 我跟你继续交往是因为 我一直觉得你挺适合结婚的 这个我知道 可你不喜欢我也不讨厌我对吧 对 不讨厌 但是这不能成为 两个人过一辈子的基础 我们离恋爱的状态 实在是太远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吗 我努力过 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培养不起来 就说明咱俩真的不是很合适 我觉得 师哥 我觉得你是被你妈那事刺激的 一时情绪低落 等到时候你情绪好了 这感情就能够培养出来 谈恋爱不是种蘑菇 你不觉得我们俩在一块 没话说吗 那是因为你最近工作忙 等你到时候轻松了 你慢慢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到此结束吧 吴涛 其实 其实你人特别好 真的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好的女孩 找一个 事业心没那么强的 尚且仁义的 性格再温柔一点的 真的 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如果有的话 也行啊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如果有的话 看看也行 好 怎么 你生气了 没有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觉得非常好 那咱们立竿见影 反正我现在身边 女性朋友里边 符合我刚才说的 这个条件呢 有两位 对 要不然 你先看看照片 如果方便的话 看看也行 这位叫柳七七 开了一家服装店 我以前的衣服 大部分是在她那儿买的 不过最近没怎么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因为没有服装方面的需求 这叫罗小焦 是我大学同学 现在是董德的班主任 你觉得哪个好啊 我觉得 都挺不错的 刘七七性格好爽直帅 刘耀佳比尔小鸟一人 你看中哪个呢 我就把她电话号码给你 自己联系行吗 那你把两个电话号码都给我吧 让我再想想 再见了 石河 其实我还是觉得你 游异地久天长 是 石河 要不然你把他俩的照片 发到我邮箱里 让我再看看 行 我马上发 是 阿兰啊 正说 你找我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我路过这儿啊路过这儿 好 你妈挺好的吧 挺好 应该挺好的 为了迎接教委的巡查 这一天我忙得也没回去过 嗯 常回家看看你妈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有时间我一定回去 您还都挺好的吧 我挺好的 那你忙着吧 我走了 啊 啊 郑叔 其实 你也可以去看看我妈 虽然 毕竟 你也可以去看看我妈妈 我去了 她不给我开门 郑叔吧 也来找过我 就是问妈呢 好没好 你说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除非石河呢 能跟郑叔的儿子 聊着谈 能说服他 他是扶软那个主啊 再说了 即便他扶了软 也未必有结果的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刀把子 攥在人家手里 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 你说早知道这样 当初还不如快刀斩乱麻 妈咧的成全妈和证书呢 这样吧 我跟石河说说 让他跟他那个混蛋同学 沟通沟通 你呀 就别跟他说了 他现在也够烦的了 也够郁闷的了 怎么了 我呀是听家家说的 家家呢听董德说的 你们家董德聪明的 自己观察出来的 是说是 那个焦景 叫吴涛那个 跟石河大学同学 也就是你们家 董德的班主任 罗小焦俩人好上了 不可能吧 有什么不可能的 说是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董德看见他们俩去买床用品了 那石河知道吗 谁敢问呢 我还是不敢问 要不你问呢 有什么不能问呢 也许石河他也不知道呢 我得给他提个醒 姐 你别用手机打枪 不太废了 你用我做机 来 我还以为谁来找我呢 你怎么来了 他干吗笑成这样了 遇到什么好事了吧 后来你跟他俩谁联系了 小焦 出来吧 有我小焦 许可 我 我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谢谢你啊 跟我还说这个 到什么程度了 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啊 那是那是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 真要结婚了 你俩真对得起 你这高提速时代啊 也算不上什么提速啊 我们吴涛 就是个完全透明的好男人 我有两个月来了解他足够了 对 没错 老婆 对不起啊 什么对不起的 真逗 怎么算呀 要把你嫁出去了 我挺为你高兴的 真的 真的 什么时候走啊 跟你这儿告完别 我们俩直奔机场 其实这回也算不上什么旅营结婚 就是公派出国嘛 龙涛 我这又少太巧了 对了 回来我们俩补办婚礼 你得给我做伴娘啊 那不必须的吗 那说好了 那你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能结婚啊 我凭不能结婚啊 这你都不知道你 伴娘得是姑娘啊 假的也成 你去 如假包换 反正啊 伴娘那小礼服啊 是紫色的 特漂亮 你最喜欢 周到 放心吧 就冲这紫色的小礼服 我也扛住了不接 来 那说好了啊 你死活再给我扛住了啊 绝对不接 不管有多喜欢她 她 谁啊 有意思没意思啊 人小姑娘装装啥也就死了 算了您说您这年纪还装呢 我可提醒你啊 那谁她可不是装傻 真傻 到底说谁呢 说得我一头雾水的 屁 行行行行 您啊 就顶着一头雾水往前冲 我们走了啊 赶紧走吧 亲爱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送我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赶紧吧 赶紧吧 赶不上飞机了 好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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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 老张 你那手机一直在响 这一遍一遍的 男朋友吧 什么老张老张的 有这么老吗 这孩子真讨厌 是 喂 二姐 怎么了 我是万美 我在千里这儿呢 什么事啊 我给你说个重要情况 你可千万别弄啊 说完呢 我脾气多坏 我听千里说 千里是听佳佳说 佳佳呢是听宝宝说 据宝宝说呀 那个你的同学罗小娇 和那吴涛 到那商场去买结婚用品 他们俩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刚才他们俩来跟我道别了 旅行结婚 那我介绍的 没别说我挂了啊 你别挂 你别挂呀 你为什么叫他俩认识啊 你别挂呀 你别挂呀 这不停了好吗 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各得其所需 各取所需 你别挂呀 想结婚了吧 这还不容易嘛 你不是有未婚妇了吗 谁未婚妇 您别断我情路啊 那个 叫乔什么来的 职业律师 事务所的合伙人 还什么人民陪审员的那个 您说他呀 死了 死 死了 对 死了 意外死亡 师哥 这种事你可不能胡说呀 闹别扭可以 那不能咒人死啊 不是 我真不是咒他 他真不在了 医疗事故 死在手术台上了 你没发现我最近情绪 特别不好吗 心里难受啊 那你真得节哀顺变 好好休息休息啊 您安排的都是急活 我休息得了吗 我这话悲痛为力量 别别别 我安排别人去做 你呀 好好休息休息 这样 你去度个假 好好放松放松 主任 您这是人性化管理 您心里面啊 别别别别 那那那我 我先走了 来来来 好好好 你说 多好为小伙子 太可惜了 主任 这话你也信 这种事情 他不会乱说的 再怎么着 也不能把人家骤死嘛 是不是 时和我还是很了解的 那肯定就是 比分手更严重的事情 对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来说 还有什么比分手更严重的事 这样啊 时和的活 你替他做 别 你 你还要做 时和 有话快说 我还有订车票呢 你去哪儿啊 咱俩熟到了 你可以随意打听我行踪的程度了吗 本来比这还熟呢 都怪我 是我破坏了和平友好的局面 那你想怎么挽回呢 那你想怎么挽回呢 时和 最近一段时间 我过得特别不是滋味 心里特别烦 特别漏 早就想和你聊聊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我这心里挺珍惜你这个红颜知己的 真的 那你今儿想对你的红颜知己说点什么呀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两年我的变化挺大的 情绪时好时坏 还变得挺抠门 就连跟你吃饭还斤斤计较 谁买单 还 还讨胆 甚至连油钱过路费 还给你挨挨制 我以前不这样 你知道的 这两年 主要是因为我手头太结局了 也没接过什么案子 就连前一阵 我朋友跟我拆伙 也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我的状态 到底想说什么呀 时和 我现在状态不好是有原因的 主要是我母亲的去世 给我打击太大了 你说他辛苦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现在可以享受生活了 突然就 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对我母亲的感情 能理解我的心情 也能理解我对你妈和我爸那件事上的态度 总之吧 希望你能理解我 包括你的不婚主义 咱今天不谈这个好吗 行 不说这个 如果你不是来道歉 只是来要理解的 我特别想问问你 我怎么做才算是理解你呢 跟你一起反对 还是不知身 装王八蛋 乔悦 我还告诉你 现在不是你反对 我们兄妹四个都反对 不是因为你爸 是因为你爸有你这么一个冷血无情 自以为是的儿子 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妈 嫁给你爸 师哥 你别这样 咱们再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别在我们大卫门口瞎晃的 我已经跟文化局都说好了 我已经跟文化局都说好了 他那几个领导在那儿等着 他那几个领导在那儿等着 早晨你们去了以后 多派几个车到那儿就把他拍了 就把他拍了 家主任 拍完就回来 家主任 你好 你 你是小乔啊 是 乔瑞 是 乔瑞 不对啊 你不是死了吗 家主任 您怎么说话呢 谁死了呀 这师哥跟我说 你 你因为医疗事故 死在的时候就怠着了 真的是师哥说的 我死了 瞧你个张师和呀 你也太恶毒了吧 家主任 你转告张师和 就说我乔瑞跟他结下仇了 永远不原谅他 瞧瞧瞧瞧瞧瞧瞧 什么原谅不原谅 你告诉他 我永远不想见 你别太认真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回头我再问问他 不用问 没有误会 小乔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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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喂喂 你别再喂了 我正处理 炸湿的事呢 这不尸体刚走的 谁啊 我 假剑包 主任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 你马上回来给我干活 不光你的活 陈忠张吾的活也都归你 出了半点差池 我扣你全钱奖金 为什么呀 您不是给我放假了吗 你说你啊 恋爱不成了你就咒人家死 我告诉你 你这是品质问题 您必须写检查 不能低于八百字 不 八千字 还有 乔律师让我正式同意 他跟你永远断绝关系 永不往来 喂 什朘 妈妈妈妈妈妈nap 岂旻 你磨事 你磨事 那两次 呗 你磨事 妈妈妈妈妈妈 Playing 你不含我都翻篇的事呢 你还提她干嘛呀 真是 对了 大姐 我给我妈打电话 家里一直没人接 你抽红看看她去呗 顺便给她买点菜 今天菜太贵了 她肯定舍不得买她吃 郑老头家种的菜 她又吃不上 行 你找着她了 没事 给我来一电话 行 行 我知道了 来 来 来 妈 妈 是我和大姐 是万美千利呀 你妈好几天都不在家了 妈 妈 妈 可能不在家 没准她住 住那边去了 那边是哪边啊 哪边啊 就是那边呗 高干小气的暖气 热热乎乎的 不像咱们这边 不死不活的 妈 妈可能去北京 烧小妹那儿去了 靳阿姨 您这是羡慕 还是妒忌呀 你要是羡慕 你还来得及 你要妒忌 你就只能妒忌了 郑老大姐 这太过分了吧 都老街坊老邻居的 她哪是老街坊老邻居的样啊 瞧她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我妈找老伴 她可爱她什么事了 我们不反对 轮到她的笑话 这个人就出来反对 这回我就挺咱妈了 要不大姐 你这表情是真是有大姐的样 还挺现代的词呢 那我粉你了 那你说妈该不会真让郑出那儿去了吧 不会吧 我了解 妈一旦做出决定 咬断钢筋都不会改 那能不能出什么事啊 金阿姨可说几天没看见她了 妈 妈 你快开门啊 妈 妈 妈 开门 干啥呀 这是惊天动地的 干啥呀 这是惊天动地的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妈 饭都困 睡觉睡多了 头也得疼 这吓死人了 妈 你都烧成这样了 你也不言喻一声 千丁 赶快把百姓叫过来 把妈送到院去 别叫 别叫啊 别叫 我拉一趟车现在多钱呢 这冬天正好上课人的时候 命重要 钱重要 我叫汉民开车过来 妈 那我让东强过来吧 不用 不用 你看惊天动地 这干什么呀 这是 您来赶快忙 您来走 妈 你都这样了 我们还忙什么呀 你真要有点什么 我们还真有点忙了 来 快 给妈吃药 我去给妈做点饭去 别 别 别 我饿了我自己能做 你忙你们的 得了 真是 妈 那您睡个觉啊 行 行 喂 石禾啊 我和姐在妈这儿呢 咱妈不去哪 来来 给我 咱妈啥呀 我站得挺好的 挺好 太好了 你咋样 你也好啊 妈就好 妈不你跟那个吴涛咋样 那 那就行 没事了 常上人家去 看看人家爹妈去 买点礼品 老人呐 不吐息东西 就吐息心意 心意 明白不 长途 妈挂了 不许跟他俩说啊 不许说我有病了 行 行 不说不说 您哪一个人扛着吧啊 你这赌气也没有这么赌的 跟自己身子骨赌真是 我赌什么气啊 我跟谁赌气了我呀 没有 没赌气 我是说啊以后呢 您那有点什么事 跟我们俩打个电话 是不是 您这儿女一大帮呢 您又不是孤寡老人 你这外人以为 我们不孝顺呢 行了 别叫醒我了行不行 想叫一样女呢 谁给我叫 谁啊 不管是谁啊 不会开门啊 没什么呀 谁也别开开 那我看看是谁呗 阿兰呐 是我呀 阿兰呐 阿兰呐 我把菜放在门口了 你别忘了把它拿进去啊 妈 正说 正说也不敢 我把菜放在门口了 就我说送个菜 外美啊 你给师傅挂个电话 你就说 妈想上台住一个阶段 妈 你要住多久啊 看她方便不 要方便我就多住些天 不方便再说 那菜 你们俩拿我出去 这 这怎么了这是 我知道妈是心病 我也知道她是为了躲证书 才到我这来的 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想啊 现在又不是我们反对 那是 我说说 我找乔瑞说说 我说什么呀 我求她同意 门都没有 我现在跟那四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再见她 不是 妈出来了 我先挂了啊 妈 我来我来我来 行行行 你别跑 慢点慢点 给我 好点没有啊 好极了 相当好了 得了吧你 我都知道了啊 你真的妈 你说你生病了 你 你不去医院 你得给他们谁打一电话呀 是不是 身边得有人端茶倒水吧 你再生气也不能拿自己身体来堵 来堵气了 你干 你干什么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还不行吗 不说了 你要想让你妈在你这儿安生的呀 过几天啊 你就不要再说了 否则我告诉你 我回去去买票 不说了 不说了 跟小孩似的 还说走就走 来 走 哎 嗯 胡涛呢 胡涛咋没来呢 那个 痴情呢 说要来 没让来 你俩没闹骗的吧 好